疫情持续延烧未能减缓 宜蘭县的医事人力也吃紧 县长今天在县政府的防疫记者会上 除了强调疫苗与医护、警察以及消防等 第一线人员优先施打之外 也公开招募护理人员成立防疫护理队 以投入社区的疫苗注射站的工作 共同为防疫贡献心力 有医院者可洽询县县政府卫生局的医政科 疫苗分发到医院 除医护人员之外 第一线查区及再送确诊病患的警察 消防人员也略为优先施打的对象 疫情特别持续的延烧 依然现了医事人力相当的吃紧 护药护理伙伴们加入防疫的护理队 我们正在规划设立社区疫苗注射站 因此需要疫苗注射与行政的人员 欢迎护理伙伴们加入我们 可向卫生局医政科恰行 防疫护理队 因为我们医事人力的确是有点吃紧 那么我们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力 包括退休的人力一起来参加 另外由于近来确诊者的足迹传统菜市场的情形增加 为了减少乡亲前往市场来采买 县府整合了县内农与会的新鲜农鱼产品 推出了蔬菜防疫组合箱 民众只要动动手指 上县政府的官网就能订购新鲜的农鱼产品 载配道府 我们希望大家尽量待在家里 这段时间我们持续的整合各销售广道 推出各式的防疫组合箱 只要动动手指 最新鲜的宜兰农特产品就会送到家 欢迎上宜兰县政府官网查询 宜兰县政府的官网里面 有一个宜兰县政府的这个防疫箱 这样的一个网站入口网站 大家可以再去点选了以后 然后去这个把所有我们有关 各个农渔会的相关产品 包括我们县农会的宅宅天兵 宅宅天菜以及三星农会的冲动防疫幸运箱 以及东山农会的防疫吃宝宝 还有我们行建合作社的防疫蔬食箱 以及我们一些青龙的这个 我们的蔬菜箱 还有我们渔会的鲜宴 吃在地也吃整个刚补货的新鲜渔货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多多踊跃来选购 那直接可以宅配到家 也让这个大家可以吃的安心 买的放心 另外对于防疫计程车的部分 县府秘书长表示 去年开始县政府共有三辆的防疫计程车 每月津贴为9万5千元 目前接洽还有三位计程车司机 有意来加入 总共会有六辆 而针对大量的病例部分 也与客运业者来达成共识 将有两辆甲类大科车 以及两辆的中型巴士投入防疫工作 县府会做好相关的准备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这种情况下 4 5 5 6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